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Balatalk 今天分享這個歌不多 前書十三章 愛之章 不是Ace 而是愛之章 即是愛的篇章 這個就很耳熟人牆 什麼愛是行狗 忍耐又有恩詞 愛不疾道 不自誇等等 喜歡聽解釋的 你也可以上去我教會 陳寶華姬剛剛之前分享過Pasa Gloria 說得很好 我今天嘗試講一些例子 來講關於這件經文的一些感受 很多時候我們講到 我們Gilto要有無比的愛 不然就成為名的羅響的拔 沒什麼用的意思 做多少事情都好 理論上是知道的 但如果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那份愛的話 那怎樣能夠送給別人 或者傳遞得好呢 或者怎樣愛別人愛得好呢 是很難的 你說不是我們愛 因為神才愛我們 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犧牲了 yes or no 耶穌基督的弘大的愛 的確是讓我們學習 我們敢於來付出 敢於來做一些不利己 但是能夠造就人的一些行為 關心一些我們可能覺得不可愛的人 但至於怎樣去關心呢 可能這一份宏大犧牲的愛 未必能夠完全能夠在我們生活當中 你都無微不至的去關懷身邊的人 無論那是你的自己人 家人 朋友 或者是不是自己人 你不喜歡的人也好 那我舉幾個例子 這個也是正正我今天想分享的 那剛剛呢 過去那個週末 去了聖利吉斯那裏 吃這個brunch 你喜歡的可以上回我之前幾天的影片 看看 那些食物呢 是非常之好的 而且呢 都幾高貴的 那麼 略為貴了一點點 但是呢 因為Mini 算是有員工 所以就有20% discount 開心很多 但是呢 一上來的時候 那個經理呢 就跟我們說 就說 喂 你有20% discount 正到爆啦 你們開心一點 享受啦 那大大聲說的時候 可能呢 未必是最合適的 這樣 因為 我們會 跟Family在一起 他們也不是說 一定要面子的人 所以呢 就OK 但是換轉 有些人呢 可能會生氣 因為你覺得 我真的很稀罕你20% 雖然也是 但是你按Explicit 這樣說 未必是最開心的 然後呢 他們遞Menu的時候 又遞錯了部分 是Dinner的Menu 當然這個是設計的問題 它Exactly 一樣的字 不同的 但是 它可以做得 好一點點 然後呢 經常會跌東西 我看到他們 是很認真嘗試 去服務我們 但是呢 就未必能夠 觀察入味 那麼 同一時間呢 很多時候 我去一些 什麼蛋蛋專門店 那裡吃早餐 不是這間 五星級的酒店 它走過的時候 都會說 你要不要Refill Coffee 各方面 但是呢 這間呢 就不停地 要我們提 它才去Refill Coffee 而且呢 咖啡還是冷的 我不知道它 是不是因為 那天很忙 但是其他地方 都會很忙 所以呢 這些呢 全部都不合格的 但是呢 如果張森比己 可能在 那班 侍應的眼中 這樣 他們可能 從來未受過 很好的訓練 可能 我不知道 因為它好像是 由Trump Trump Hotel 轉過來 是剛剛開爐 沒有多久的 但是你也可以聘請一些專業的 專業的 但是我 我的主意就是 我嘗試去為他們 去想的同時呢 他們呢 可能 從來沒有 這樣去招呼個人 用一個五星級的 Quality 的時候呢 他根本不知道 怎樣去招呼個人的時候 又怎樣能夠 做到那個服務呢 再不好計 就是呢 通常呢 他會問你 真的 介紹一下 每一碟菜 就不想你自己去看菜單 找分 究竟這裏是什麼菜 雖然那些菜式 都是很明顯的 但是呢 你就算是日本料理 很多時候 日本人的 他都會介紹一下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失分的事件 OK 你說 Waiter不要緊 早排 前四天而已 俄羅斯呢 有一單飛機的失事案 七十八個人呢 有四十一個人 來到去犧牲 那現在究竟 所謂謀數字 有沒有升高呢 我就沒有跟蹤 其中一個原因呢 因為 機尾著火的時候 機頭有些人 不單止沒有 盡快來到去下機 還要來到去拿行李 那樣 又延遲了全程 以至於 多了人來到去犧牲 那不代表因為 那人拿行李 或者幾個人拿行李 就全部人都是他負責 那這是另一回事 但是呢 的確呢 每人慢一點 就令到後面那些人滯留了 要麼被龍烟焗死 要麼被燒死 這是一個很可惜的事件來的 那當然有這些事件 如果是發現有些人是自私的 那很多時候那些網民就會罵爆 那樣呢 我又不是要嘗試去原諒那幫人 但是呢 我自己曾經親身經歷過一件事 就是呢 我去這個橫跨 這個嘉西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逃經這個洛基山脈 那車就死火 不單止死火 而且呢 是出煙 同樣的在車尾出煙 那樣呢 你會發覺呢 他們出了煙之後呢 那車就死了 那所以呢 就要換車 那很明顯就是有些人 就要去拿行李 那前年那幫人拿行李的時候 我們後面那幫人 焗到 啪 但是呢 前面那幫人繼續拿行李的 那之後呢 我們在那裡 要喊到很大聲 很吵 那樣呢 才呢 他們才下車 然後呢 等車收爐了 那些煙都走了 然後呢 那些人呢 安安分分的 才上車慢慢拿回行李 那那個原因呢 後來問回呢 就是 原來前面那些人呢 是根本完全聞不到有煙味的 完全不覺得熱 完全不覺得焗 那我不知道 究竟俄羅斯那單空難 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我只是想說 原來呢 當你未親身經歷過一件事的時候 你完全不會 alert 到 原來其他身邊的人 會有一些很困難的情況發生 那這個也都可能 和這個 哥文多前書十一章裡面 那在愛言的時候 大家好像很happy happy的人就是happy 有些人原來呢 是不夠食物 他完全不知道的 那樣 即是 求主幫助我們 或者就算你不信主都好 求人 求我們比較觀察入眉 嘗試在身邊 經歷的事情的時候 可以則類旁通 舉一反三 以後呢 我們能夠明白更多身邊的人 原來他們的處境和需要 這樣呢 變相來說呢 就會比較considerate 多些 你未必需要 主動來投入關心他 但呢 原來當你 自己做自己的事的時候 你看不到身邊的人 不是你想也看不到 而是你 根本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這樣看得到 這是一個盲點來的 當你盲點太多的時候 你又如何能夠 表達到 基督的愛呢 如果你不是那個 塞住前面的人 已經真是慢行的了 On the other hand 哥文多前書這段經文 其實呢 是有一個 提案的作用在當中 他不是包括了一些厲害 都當成是愛 很多時候呢 譬如我們有些怪獸家長 我有個親戚 這樣 他就經常說 他的兒子很乖 就經常不出聲 就是 又不會在扭氣 哭 但一看我自己的觀察當中 那為什麼他不哭 又不扭氣呢 原因就是 不停給了一部iPad 他不停地看他自己喜歡的program 無限地供應的時候 當然是不哭 你一拿走他 視線範圍 或者沒有電的時候 就已經鬧爆了 哈哈 那這些我看得到 另外一件事就是 萬千種愛在一生 整個家族對他的那個中愛 這樣呢 當他有一點點不為怨的時候 這樣又鬧爆和哭爆 那究竟這一種是一種愛 還是這一種是一種恨呢 那再高層次一點點 那我們經常說 我們要愛國愛國 那愛國本身又包不包括在 即是愛這個 歌人多前書第十三章裡面 那份愛呢 那聖經裡面呢 原來講到 不喜歡不義 即是你不愛不義 即是你不愛不義 又或者你喜歡真理 喜歡正義 那這個才是聖經裡面的愛 同樣的 它不是包含世界上所有的愛 叫你無比地愛 大愛包容 凡事都大愛包容 它是說有些東西對的 你喜歡它 有些東西不對的 你討厭它 如果遇到有些什麼事情 你是值得去堅持的 你為愛來去堅持它 那這個呢 就解釋到很多時候 我們有些人 我們未必做得到的 那這個真是 我們能力範圍有限 有些人他願意來去 為了正義 為了自由 各方面 為了社會的一些不公義 或者政權上面一些殘暴 去站起來的時候 這個是聖經所講 保羅所講 鼓勵的愛 那如果有些教會 有些社會人士 反而反對 反而在這些事情 來包容的時候 這個不是聖經所講的愛 你不單止不能夠 你做多少事情都好 不單止你 沒有這份愛的話 成為名羅罕的拔 如果你成為了不公義的幫兇 或者因為力愛的時候 成為了怪獸的家長的時候 這個也是聖經所擔憂 和不是command的 Hopefully 我們生命當中 多些concelerate身邊的人 同一時間不會過分偏愛 同一時間 也是社會有些不經不義的事情 我們樂意發聲 以至更加近似 主要是蘇基督和保羅 這裡是command的愛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不會說 我們很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